保理定五十个社区发展聚会 推动社区营造工作很多年 在与老人好与关怀 付路看他照顾 虽然心里地地的时间 就参加广府社罗处 三次的社区平台 社区营造工作受到很多人的互联 今未来透过社区工作 提醒老人照顾 加共付路看他的散途 虽然保理定五十个社区为在市区 不过老人人口的比例很大 社区理事长表示 这几年在政府的辅导 加上社区感觉如何推动 社区应做的工作教年进步 我们五十个社区 几年来受政府的帮忙 很多主缘也很多 我们平常都加唱歌 做一些特色 像今天做的很豐富的美国 也是我们的特色 普通时 当时可以在这里 学到围维 和刚才说的唱歌 大家感觉都非常快乐 心情都非常好 为了要推动社区发展到建设 推动社区应做的工作 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 社区应做推动进入经验 参加管政府社务处的社区评价 在就平心委员的倾断 那五十甲社区 它其实成立短短的几年 它就参与了我们 县府的评鉴有三次 那成绩都相当的不错 这几年看到五十甲的进步 包括就是他们 他们也成立了西级巷弄厂造战 那据点的部分 它公餐也 公餐到十个时段 就是周一到周五 都有提供长辈他们公餐 然后还有参加据点的一些活动 免任社区固定化的问题 专家派者也建议 未来可以在老人福利 富有的照顾方面 导致更多的心力 让社区发展的目标 更加明确 我想我们对五十甲社区 有一个期许是 或许是因为过去这两年来 疫情的关系 以及整个活动中心的整建的问题 其实过去我们有很不错的 儿童的客户的照顾的活动 那我想我们的志工们 也就很想再把有恢复 这个客户的这个辅导 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再加强 那我们五十甲社区 在整个推动福利工作方面 就会更加的多元 为了要让社区发育 更加多的公粮 保理政局所专业来 协助社座的推动 未来希望透过社座工作 提升老人照顾 加強富汝团业 还有欲试学生的扣后辅导 记者欢迎订阅插航报导 但你会不会太多 小三军 Maintenant